我常常說我對流行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做這類似的題目 因為我就覺得學英文還是OK啦 當然我是Paul 最後要做英文一起讀 我們講過一個概念就是穿得像個老爸一樣 叫Deadcore OK 我們也講過另外一個概念叫Normcore 那什麼是Normcore Normal 穿得像個正常人一般人一樣 像你說背個霹雳腰包在腰上 然後像我們現在常看到就短褲啦 拖鞋啦之類的 像那種Nike的那種拖鞋 我很久以前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突兀 穿個拖鞋在那裡走 而且不是假腳拖 就那一種不會講就拖鞋 可是後來我才知道 這就是Normcore的一部分 好 那今天要講什麼core 今天要講這個叫做Tenniscore Tennis是網球 加個core在後面 那這個可能會有個誤會就是 你會以為這是分數 score 不是 這是先講個Tennis 再加個core在後面 Tenniscore OK 那這什麼 就是穿的像一個網球選手般 然後就走在外面 呵呵呵呵 你看 在後面社交有沒有 穿的像個網球選手般 可是你不是打網球的 這叫做Tenniscore OK Tenniscore 類似這個樣子 看幾張照片 Tenniscore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打網球 我也不知道了 但大概這真的不是重點 來 那我們就來講個一檔段 這個它怎麼描述 其實這個Tenniscore 我找了一下 去年就有了 就22年就有了 只是呢 就是好像到 今時今日 就是 你看這文章也是23年 這是兩個禮拜前的文章 看到 所以現在這個trend 正在慢慢的 getting picked up so fashion's latest athleisure athleisure I guess obsession is already making waves 所以這個athleisure 就是運動休閒風 athlete加leisure 合在一起 athleisure 這樣子 好 那來 我們看一下 有些什麼字可以學 尤其 學一下 有些生活上的 就是 穿在身上的一些衣服的種類 之類的 我們竟然有看到 so in case you haven't noticed preppy athleisure is everywhere right now 所以 啊 要是你沒發現的話呢 現在 告訴你 preppy athleisure 到處都是 所以 athleisure 剛才解釋過 什麼是preppy 好 這就是 讀私立學校的學生 我們就叫他 preppy的人 所以他 只是 preparatory school 那這個preparatory 就是prepare這個字的形容詞 preparatory就是 準備讓你去讀大學 事實上就是高中啦 但是 他是一個私立的 所以 一般的私立高中 就可能不會稱自己為high school 他會稱自己為preparatory school 所以 去上那邊的學生就是prep boys prep girls prep 這樣 所以 那你也可以把理解為 就是 比較有錢的人在去的 貴族風 這樣子 所以他用preppy 來形容這種athleture 好像也是對的 ok 所以 preppy athleture is everywhere right now quickly coined tennis court the latest street style trend is the perfect mix of modern day fashion and nostalgia 所以 很快就被大家稱為tennis court 所以coin這個字就是被創造出來的一個詞 tennis court 所以這個最新的street style 所以他這個已經是就接上的 所以最新的這個street style trend is the perfect mix of 兩件事 所以是完美的兩個事情的融合 the perfect mix of modern day fashion 所以現代的這個流行 以及nostalgia 所以說是nostalgia 我記得我被人家拐過 我記得很多的那個英文的line聊天群 有這麼一個人在裡面標了我 那是一個4000多人的學英文的一個聊天群 line的聊天群 那他標了我他用我說 欸這個Paul老師啊 請問nostalgia是什麼 我沒有想太多 因為你要解釋這個字 你總有長版的答案跟短版的答案 我就用短版答案回答他 我就說一般理解為相思病 思想病 怀鄉病 怀鄉 怀念故鄉的那個怀鄉 然後 沒想到他就 下面就貼了一個youtube連結 講到有個很厲害的youtuber 怎麼去說 解釋說nostalgia其實不應該翻成懷鄉病 應該什麼什麼時候 花了不知道幾十分鐘一個影片 我那時候就覺得我被他擺了一道 你要是想問我說你能不能仔細解釋這個字 那我一樣我可以丟比較長的版本給你 而且我不會把懷鄉病懷鄉症靜討這個拿出來講 但是我們一般用這個字 把它理解為懷鄉是說的過去的 那如果你要長版的答案 我現在可以稍微說一下 就這個字就是你 讓你回想起一些舊時光或者之類的 所以不見得是故鄉 一定有故鄉在裡面 沒有 然後我就馬上舉了一個例子 來也補充了一下 其實當下我就說了 我覺得我被你擺一道 你如果早就已經看過這個人的影片 你還來問我那什麼意思 你就是想要拐我講一個錯的答案 然後來打我的臉說 不對喔 你看這個YouTuber說的是這個 而不是你剛隨便的給我一個懷鄉病這樣子 好 所以我就把 其實我可以想得出來 off the top of my head 在有一年美國總統的 Inauguration Day 就是美國總統 我差點講登基 不對 美國總統就職有一次 那那次總統就職 好像不知道因爲什麼事 所以他們得做一些 就是進場的一些特別的處置這樣子 然後那個特別處置 就讓人家想起 曾經以前好像也有發生過類似的東西 所以其中一個主播就問另外一個人說 這個人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一幕 Does that make you feel nostalgic? 那你說這個翻譯成懷鄉嗎? 故鄉在哪? 沒有故鄉啊 可他的確就是我剛說的 這會讓你覺得好像 啊 懷念起當年也是這麼幹的之類的 所以Nostalgia就是這樣的意思 他沒有一定有故鄉在裡面 可他就是一種緬懷過去的一種感覺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 長版的答案需要講那麼多 還得舉例子跟你聽 但你如果很快的問我說 Nostalgia什麼意思 我可能就 如果你是在閱讀或幹嘛了 遇上這個字 我可能先給你個簡單的答案 也就算了這樣子 好了 不是在抱怨 好 就是在抱怨 好 抱怨完了 好 總之回來這裡 所以他說這個Tennis Core 也就是兩個的混合 第一個是Modern Day Fashion 以及Nostalgia 好 讓你懷念起以前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In line with fashion's current throwback obsession Tennis Core combines modern athleisure with the vintage country club aesthetic 好 所以In line with就是跟什麼什麼 配合著什麼什麼 符合著什麼什麼東西 跟誰走在同一條線上 So in line with 這件事 那這件事情就是流行目前常常會有一個 對一件事著迷 所以就是流行 會對一件事著迷 什麼事呢 就是throwback 你知道在Instagram上有一個hashtag 主題標件就叫throwbackthursday 就是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固定丟一些 懷舊照給大家看 throwbackthursday 這是我三年前拍的一個什麼照 throwbackthursday 所以所謂的throwback 就是拿舊照來看這樣子 就回顧以前老時光 所以現在的fashion 似乎對這件 對throwback這件事情是著迷的 so in line with fashion's current throwback obsession obsession就是對什麼是著迷 痴迷這樣子 所以tennis core呢 就是也有在 用著迷 懷不是著迷 用一個throwback的方式 把一些很經典的look 再帶回來 so tennis core combines 什麼跟什麼 所以第一個是modern athleisure 現代的這種運動修建風 with what the vintage country club aesthetic 這個vintage就可以 我們就翻譯成經典的 你可能講說經典不是classic嗎 but again 總之vintage這個字也是經典的意思 例如說今天一些包有經典款 那種經典款我們就一般就用vintage這個字來說 或者有一些酒或什麼這些的 我們也說vintage wine vintage something 好 anyway Alright 那下一句就實際講到 可能長什麼樣子 so marked by miniskirts cable knit sweaters loafers and tube socks all of course in white it's an effortless style marriage of fashion and athletics 好結束 我們這段講完就好了 夠長了 所以以什麼為標記 marked by something 被什麼標記著 被以下這一件 這一件 這一件這一件 這四件不同的配件或者服裝標記著 所以它就是一個 反正它是一個完美的什麼跟什麼的結合 好 剛剛這個句子大概結構是這樣 所以marked by 第一件是miniskirts 不用解釋 mini裙 第二個cable knit sweaters 三小 cable是一條一條東西 像你說電線叫cable 對不對 所以像電線 像線般的 然後支撐的一個毛衣 這個knit就是 不是縫衣服 是打毛線的織 編織 所以直接給你看 這就叫做cable knit sweaters 還夠清楚吧 應該 的確很像看一條一條線打出來對不對 好酷 所以miniskirt cable knit sweaters loafer是什麼 是一種鞋子這種 我朋友家傳新鞋還三小 我說真的 我真的有 有妹子這樣子穿 我看過 有一個朋友來我家 老師好久不見了 我來找你 我說好 就他來拜訪 我就真的穿這樣子 他穿著這個loafer 然後穿的上面 真的是這種 毛線 這樣子 然後還有tube socks sock是襪子 加一個tube tube一般講的是管子或之類的 所以就長話了 簡單的說 就像這玩意兒 OK 這就叫做tube socks 很簡單吧 OK 所以你可以想像 把這些湊在一起 這個就叫做 yeah 其實我覺得重點是 mini裙 OK 所以這四個東西 而且當然全部都是白的 all of course in white 連loafer嗎 我不太同意 loafer也是 不過doesn't matter 好像應該要是 因為瘟布敦 好像一定得穿白色的 連鞋子都是 好啦不管了 來 so it is an effortless 這是一個 也不太需要太努力 你就可以把它弄出來 It's an effortless style style marriage 對不起 所以這是一個 不太需要努力的 一種風格上的結合 而這裡的結合 他不用什麼combination 或什麼的 他用的是marriage 所以這個字用的 還蠻有趣的 你可能一般以為 marriage是結婚 那你把這些東西湊在一起 就像不讓他們結婚一樣 所以這個字 延伸的用法 不見得marriage 一定是結婚就是 so it is an effortless style marriage of fashion and athletics cool OK 好 那我們再讀一次好了 診斷 來講 so in case you haven't noticed preppy athleisure is everywhere right now quickly coined tennis core the latest street style trend is the perfect mix of modern day fashion and nostalgia in line with fashion's current throwback obsession tennis core combines modern athletics 对不起 athleisure with the vintage country club aesthetics 这两个字我卡了半天 第一个字athleisure 今天讲了好几次 而刚刚的aesthetic这个字 我刚刚倒是没有特别说 the country club就是那种 乡村俱乐部 反正就是打网球或之类的 甚至也可以打高尔夫球 这个aesthetic是美学 对不起 我刚刚没有特别讲这个字 也再看一下 aesthetics 不是很好念 有s也有th aesthetics aesthetics so 这句再次好了 tennis core combines modern day athleisure with the vintage country club aesthetic marked by miniskirts cable knit sweaters loafers and tube socks all of course in white it's an effortless style marriage of fashion and athletics aesthetics 好可以了 all right 我会不会这样穿 当然不可能 拜托 不过我最近还蛮常穿相对来说短的裤子 因为现在的裤子好像都很短才行 夏天的时候 这也是顺便讲到 好多好多年前 我在高雄的时候 有个学生 他就走的比较前面 he's more fashion forward 然后他又穿的超短的 就是比膝盖还短的短裤 那时候的我会以为 干你三小 你在学那五六零年代的NBA球员你 穿那么短的短裤是在干什么 那时候我看的非常的不舒服 结果没想到十多年后 我就跟随他的脚步也穿成这个样子 所以流行这件事情是 你看久就习惯 习惯你就跟了 说真的 唉 有没有觉得不开心 也没有啦 因为满街都穿这样 我穿这样我就觉得 I fit right in yes just like all these young people in西门丁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